我们旅行车它主要最大的优势就是说 在我们的后车厢的空间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包括说我们的高度的限制 买辆车除了要实用 最重要的就是价格能够负担 尤其低薪买车也形同一种压力 根据一份2021年全球新车售价调查 台湾新车平均约台币127.6万元 成为全球第六贵 显现在台湾买车都造成沉重负担 为什么在台湾它会物价会比较高 那就是因为其实多在我们的什么货物税关税 这些其实占的比例是还蛮高的 那其实在这时候其实有很多消费者 他们就会想去转战中古二手车的市场 尤其物价飞涨只超变薄 每一分钱更是要计较 但相对其他国家同样是国产车 却能以清明价格入手 台湾国产车市场却因为高额税金 压得消费者喘不过气 以2000cc以下的国产车为例 必须增百分之三十一点二的税金 包含百分之二十五的货物税 以及百分之五的营业税 而如果是2000cc以下的进口车 则多了一项百分之十七点五的关税 共争百分之五十四点二的税金 因此不论是哪种车 只要进到台湾市场都不便宜 二零二三年的第一季汽车销售季已经结束了 而以总市场上面的占比来看 国产车占比达到百分之五十三点四 而另外的进口车则占了百分之四十六点六 虽然看起来国产车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其实相差也不是很远 过去立委高嘉瑜就曾比较过台湾的同款国产车 运到了中东地区价格竟然大打折扣 台湾售价约六十六到八十万元 中东地区售价则是五十到六十一万元 让消费者匪夷所思 明明是台湾组装 少了关税为何还比别人贵 台湾的货物税早期被视为是奢侈税 汽机车的货物税更是从民国五十七年纳入到现在 过去的六十年完全都没有检讨 各界的呼声也认为货物税应该以碳税能源税来做检讨 以免重复磕税明实不符 对比和台湾差不多时期发展汽车工业的中国大陆 车价也明显比台湾低了许多 中间的差距也牵扯到规模经济 也就是成本会因为产量提高而降低 台湾和大陆人口上的悬殊就将差异浮现 他那个原因是因为那个小客车是高价的奢侈品 OK 那高价的奢侈品 那我们在货物税这个地方我们针对高价奢侈品 课税那好像可以透过货物税的课征 就是平衡社会的财富 那今天我们如果就是在小客车是民生必需品的情况底下 仍然对它课征原本是奢侈税概念的货物税 那其实事实上是不应该的 而其中最主要的货物税在早期立法时作为奢侈税课征 如今大众运输未必符合需求 汽车俨然成为必备的代步工具 而大多政府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 二来则是单纯为国库不屑 其实现在关税已经不是我们主要的税收 那关税在整体税收的比重 也逐年再往下滑 那近年来大概都只剩下5%跟6% 那我们在所得税消费税以及财产税上面 其实有非常充沛的税源 OK 那我们不需要透过关税来补充国库的不足 那目前的货物税也有重复科征之嫌 省计部曾经纠正 财政部说机车属于移动污染原税科征货物税 甚至后来还说货物税具有碳税能源税的性质 其实这些都是自己打脸自己 省计部也认为说现在已经有空污税 这样的说法是明实不符 旧市场面而言货物税是否有存在价值 已经备受质疑 除此之外重复课税的疑虑也加重了民众负担 垫高民生物价 租税公平在老百姓心里已经产生矛盾 TVBS新闻何项谢丹茨才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